我們現在來提到說為什麼先生對腦部對腦力有幫助 對腦細胞的發展有幫助 如果腦細胞發展要好的話呢 你們一定要有足夠的Glygonutrient Glygonutrient是在有大量的食物 大量的陽光所照射 接受到陽光照射的植物裡面Glygonutrient就越多 那蘆薈裡面其實也很多 但是先生長比蘆薈裡面的Glygonutrient還要多33% 那我來再解釋一下說所謂的Glygonutrient是什麼東西 Glygonutrient它會提供你的腦細胞跟腦細胞之間所需要溝通的一個橋樑 假如說這個綠色的部分是你的細胞 不管是身體任何的細胞或者是腦細胞也好 它這細胞裡面會長出來這些毛毛的東西呢 它只要越長 你只要Glygonutrient越多 它這個就會越長 這個東西越長它就可以方便它跟另外一個細胞之間的溝通 所以如果說腦細胞它發育它不好 不是說它腦細胞沒有了 而是腦細胞之間的做溝通的橋樑變短了 你如果沒有給它綠色食物 現在小孩子偏死也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仙人長 尤其我們現在近期所出來的仙人長 有點像酸梅汁 小孩子還蠻喜歡喝的 那麼他們喝的話 這個腦細胞的部分就會開始 溝通的橋樑這個部分就會開始慢慢的長出來 那麼跟另外一個腦細胞 就能夠達到良好的溝通 所以其實不只對小孩子腦部的這種發展 仙人長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brain food 就是腦的食物 那麼不只是對小孩子的 對老人痴呆症 對在讀書近期要考試的這些人 這個東西都會對他們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幫助 那麼如果說有其他的圖片 這也是一個glygonutrient的一個解說圖 再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圖片來方便來跟你們做一個解釋 就是不同的腦細胞不同的細胞 那麼他們再來一起接觸的時候 它裡面這些毛毛的東西 它必須要有一定的長度 才能夠跟另外一個細胞做有效的溝通 所以這都是比較常識性的中心 那麼這個圖片就是在解釋說 這些glygonutrient 它必須在越多的太陽 有的地方有越多的日照的地方 那麼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所以希望這樣子的這個錄影帶 對你們在這方面的知識 能夠有更深進一步的一個提升 謝謝